大家好,欢迎关注温度对话,我是华伟佳,非常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加拿大首批矿场的所有者以及早期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持有者,固定城Aaron,Aaron你好,你好,大家好,好久不见,Aaron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在忙着挖一个新的矿板,也是在做,还是在围绕数字资产和相关的事情,还是很专一和执着在这件事情上,最近我看在我们的很多媒体,包括国内和我们在这边的媒体上,我们发现有一个新闻非常的引起,应该说是全球的轰动了,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首富一主了,其实在几个月之前, 是这个中延沿东富山权的创始人,那现在呢,我们一主是一个数字资产的一个,而且听说他还是和我们加拿大有心远远,对吗? 从媒体报道方面来看呢,赵长峰先生应该是在温哥华长大的,所以我们加拿大和温哥华走出去的一个区块链的从业者,这个事情本身首富的头衔,我觉得并不一定是太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对于赵长峰先生和BAN来说呢,BAN教育所的合规问题,以及BAN如何证明他自己主持的这个经营,是符合各个国家相关法律的这个问题是他们应该现在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艾瑞说到这儿,好像我记得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你好像是在知乎上有一个帖子,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是不是也是和这个BAN有点什么渊源呢? 你问到这个事情,我就简单解释一下吧。当时一些小的媒体当时报道就说我是因为爆仓之后不服输,然后和BAN杠上了。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客观来说呢,是因为BAN教育所它产品的说明错误,以及他们BAN各级,BAN内,BAN外人员,对我进行了一个错误的预导,招成我产生了300个以太榜的一个损失。 这样一个事件,并不是外界说的我普通的那种爆仓,然后和BAN非得干啥了。 最后我们和BAN最后也是沟通了几次吧,最终BAN他也是承认他自己的一个过失和错误,包括他们工作人员的一个失误,自知什么的。 但是最终呢,他们认错了,但是没有,其实对于理赔我们这个事呢,也一直没有达成一个协议。 他们当时就是公开的报道,公开的声明,就说对我奖励了50个以太榜。 理赔这个事就挂起来了。 在区块链行业,一个初级的行业,野蛮生长的过程中呢,有些服务不到位啊什么的,都是应该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情况呢,大家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话,他明确了自己的责任,而且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因为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他们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而是意识到问题之后呢,没有给相关的造成损失的客户呢,进行一个合理的处理。 那为什么到后来,你不决定继续这个索赔了呢? 也有很多必须的朋友在帮我,但是因为说实话呢,别安本身这个影响力很大了已经。 在圈子里的朋友呢,可能很多都是靠他们,就是和他们有些业务关系的。 也没有办法,我也不好意思让他们出来直接提我说话,这不是得罪BN了吗? 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时间也是感的比较巧。 当时春节了,已经是春节了,大过年的。 因为这个事儿呢,搞得我和家人心情都不大好。 后来遗想啊,就是,这个事儿不能影响心情。 另外呢,就是当时BN的,BN队长,就是拉我进BN的那个队长。 当时她过来求我说,让我停,不要再去维权了。 因为如果再维权的话,可能BN会开除她。 因为当时她在BN的一个月的佣金应该在两三百万人民币吧。 返佣就是她的收入。 那BN可能是会把她的这个返佣给取消掉。 当时我求我,然后她说,如果以后她有钱, 她可以把余下的那些,我的损失不给我。 当时她经济可能不太好啊。 我觉得有时候心也比较短。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呢,当时,就网上有些小文章。 就讲,就是,说我是输不起,才当上BN的。 我当时这个人也是后面的嘛。 有了三百个离开法,我还能不能输不起。 那这三百个离开法,就说不要就不要了吗? 你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当时赵上文先生虽然还不是首富吧。 但是已经有了首富的这种威严。 较强的影响力。 对,我后来一看。 因为当时BN是团队和我做的那个,就是沟通的。 当时几个BN小姑娘一大过年的,也是不停的找我和我聊这个事。 可能为了这个事,有时候回家过年都不大方便。 因为我当时一想,这个事,我自己吧。 因为我是当时,我找朋友,毕竟他们都不能取代我。 反正各种原因吧,最后一想,咱喝这种。 当时已经快成为首富了,对吧。 还是算了吧。 我最多算一个大韭菜。 当时就,干脆就,能喝解就喝解吧。 但是,我想可能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还是很多人心存一些小的疑惑和一些问号。 那你这个过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过程,导致你最后可能就是损失这么大呢? 简单的经过就是,简单说一下吧。 因为当时普通的教育所一般都是,就是像币本位合约这一块呢,都是用币来作为单保证金。 用它的那个合约指定的那个币,比如说比特币合约,它要用比特币作为保证金。 以太坊合约呢,它要用以太坊作为保证金。 但是呢,当时币安的币本位合约里面有个全仓合约。 它写了一下呢,就是,它有一句产品说明。 就是让大家理解成了,就是在币安的全仓币本位合约里面呢,你都可以用你的那个合约的任何资产都可以作为保证金。 就可以互为保证金。就是比特币可以给以太坊的合约担保。 以太坊呢,也可以和比特币担保。 而且它最终是以比特币结算的。 它的那个操作界面也是比特币来显示的。 这个当时我在网上发的文章里面有,当时包括他们的截图都有。 因为我当时觉得币安是当时确实认为币安是最好的交易所。 就感觉币安出来这么新的一个玩法,可能是币安对于客户来考虑。 因为正常的交易所,它为什么没有开通就是互为担保的那个保证金呢? 因为这个,如果是我以太坊和只能和以太坊担保,比特币只能和比特币担保的话。 我如果是有比特币,我想做以太坊的合约的话,我要把比特币换成以太坊。 这会产生交易费用,这对于交易平台是有利的。 我觉得币安当时还觉得币安真不错,我说省了大家币和币之间互换的一个费用。 我感觉挺好的。 但是说实话,我当时也不大确定,因为毕竟是新的东西吧。 我当时就先去问的那个BN队长,就是BN的,其实就是BN的营销人员吧。 我说你,这句话是不是这样理解? 我的比特币可以给以太坊作为合约保证金。 但是我还不太放心嘛。 我说你去问你们那个BN的那个主管在旁边的人。 当时他就去问了。 问了之后呢,他说可以,没问题。 我当时才是敢去这样交易的。 因为BN当时在BN队长的职责里面就说明了, BN授权,BN队长可以对一般性的这些问题给客户进行有权解释的。 我当时觉得这个事也是,BN既然授权了, 就BN肯定要担这个责任嘛。 当时就这样操作了,结果就是产生的爆炒。 但是后来呢,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就和BN队长呢,找他。 他也问了他们上面的主管,他说这个事不行。 他说我们不能给你那个,当时可能是搞错了。 我当时感觉,我当时还没想去维权这个事。 结果呢,我后来就是因为别的事情, 我去找BN客服的时候,我顺便问了一下。 就这个事情,是不是能比特币,能给以太坊作为一个保证金。 结果当时那个客服给我回答的是正面的, 他说可以的。 我当时很纳闷,喂,既然可以的话, 那说明我那笔损失是因为BN造成的,对吧? 应该给我赔了。 我还不确定,我又说你问问你的主管,是不是可以的。 他问完之后说,确定可以的。 我这时候就感觉有问题了。 我说这个我就要去索赔了,因为是BN的责任嘛。 但后来我包括去找合一直接补充的时候, 合一也没有直接把这个责任给搞清楚。 所以当时我一看不行。 后来那个BN队长说,你还是直接找合一,不行你就闹吧给他们。 因为你要是在币圈,也是这么多年了,也是属于大户了吧。 若是你把这个事情客观说清楚公开出来的话,应该BN会给你补充的。 我当时呢,就想要不然我就写文章。 这样就陆续往后就开始了那个维权之路。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触动了高层, 币安高层,包括赵上门先生在内吧。 可能对我这个公开的维权反而不满。 但是呢,他们刚开始也是给我答复的。 他们要给我,最初的给我一个方案, 赵上方案是给我47个以太坊同等金额的手续费。 就是我在BN继续交易的话, 在这个47个以太坊的同等金额的手续费内, 我不用再交手续费了。 让我在那边继续交易,我就在那扯。 这不是有点耍流氓吗? 对吧? 你没赔我的东西还让你在那里交易。 你不赔我的话,我就不敢继续在那里交易了。 我没同意。 反正后来经过了好多,包括在群里啊, 包括那个何一也在群里, 还有几个客服人在里面, 我们就讨论了好多问题。 最后因为舆论上大家都闹得纷纷扬扬的, 后来就,他们还说找我说嘛, 还是和解吧。 就是刚才说的那几个原因吧, 过大过年的各种原因, 我们当时也算了吧。 最后他们说要赔偿我, 赔偿我,赔偿我,赔偿, 那个赔偿我就是, 47个仪台放了。 当时我说, 你赔偿我47个仪台放肯定是不行的。 赔偿我接受不了, 因为我损失了300多分对吧? 但是,你们竟然证明我找出了你们的问题。 说你奖励我可以, 奖励我几天吧我接受 但是呢奖励的话你47个 我说那个还不处整呢 我说吧 对啊 我觉得当时也是跟姐姐聊 想啥就说啥呗 他们最后也同意了 至于那个赔偿的话 我就挂着吧 我估计我也可能要不回来 也给不给得无所谓了 对吧 这个事就挂起来了 那其实 刚才听了这些维权之路 这么说 毕竟这个数字资产 或者是这个就是币圈吧 它还是一个 这么说就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行业 可能从这个监管 或者是维权 可能还是相对来讲 是比较有难度的 因为它可能从法律监管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它并没有一个 完善和成熟的一个机制 对对 现在就是面临的问题 像编 BIN交易所 今年 大家也看到了 全球的各国政府 都在围剿BIN 就因为它没有取得合规 但是 能不能取得合规 也是一个问题 也是位置数 因为有一段时间 我记得赵特黄先生 专门公开说过 他想放弃BIN交易所 希望有政府资源 强力的政府监管资源的人 来接受BIN 然后他想把他的主要经理 放在那个BIN链 BINC想去 当时我觉得这个事 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他 赵特黄先生本身也觉得 BIN要洗须自己的原罪 成为真正的合规交易所 进入主流的市场 主流的一个被 主流社会认可的话 也是很有难度的 毕竟虽然是野蛮生长期间 肯定有一些 不是那么合规的东西 但是毕竟 随着各国政府 对于区块链也好 对于加密货币也好 越来越认知的提高 加密货币领域 也不会是法外之地 西方的法律 说实话 有原罪的文化在里面 保护基督教里面 原罪这个文化 你必须得证明自己 之前的经营 是没有原罪的 是没有一些灰色的 咱不说黑了 没有灰色的收入 不合规的明显的存在 洗钱什么的 这些问题存在的 这样才可以 在这样一个法治健全的 一些西方法律体系下面的话 如果是一个机会也好 公司也好 无论你资产体量再大 你再有钱 如果是你通过各种方式 把自己由黑洗白 如果这个事情 真的能做成的话 那就应了一句 原来中国的句话 有钱能使墨推轨 对吧 这样的话 我觉得对于 无论从道德成绩 还是法治成绩 都是一个 怎么说呢 道德的轮上 或者一个法子的一个倒退吧 当然我相信 币安 我个人呢 我觉得 抛开我自己的这个案例来说 我感觉币安 我相信币安 可能其他方面 是做的是正确的 也可能是合规的 但是呢 需要他们自己去证明 从民族情绪来说 作为一个华人 华裔 对吧 我也希望能在华裔里面 能有一个 像赵正宏先生这样一个成功的人 真正能成为华裔的首富也好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好 对啊 我希望他能够成功 但是我就是建议呢 就是一个真正的 就是成功的企业家 一定要有 你不光是有了首富的这个头衔 你一定也有 能配得上你首富头衔的一个责任和担当 对吧 而不是像外界 最近这几天也有一些反面的报道吧 是 而不是说 说那个币安是靠割着无数韭菜的鲜血上位的 更不是说币安是割着无数的一个 无数的华人 中国人的 中国韭菜的鲜血上位的 这样就不好了 那刚才 其实围绕这些话题 Aaron作为早期的这个比特币的持有者 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 就是你到底有多少比特币啊 这个事呢 就是你不是第一个问的 对 我相信肯定 也不止我一个人想知道 对 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问的 对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吧 因为这个是具体数字谷 我这样说吧 曾经的话 可能应该是要最多的时候吧 应该接近五位数吧 嗯 但是现在说实话 也没多少了 基本上被割的 被骗的 因为这里边坑 这个行业坑太多了 网上我写过一些文章什么的 就是被坑被骗 包括一些密钥 钱包密钥 找不到了 现在没有什么比特币 有一点点吧 很少很少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